同學們,我來看一下高雄第一科大的研究所考題 上面這個問題等到右邊是0 所以代表這是一個齊性的微分方程式 然後係數又是常數 我們就可以考慮答案的形態跟自然指數函數有關 我考慮答案的形態是指數函數的形態 然後自變數用x帶入上面的方程式 帶到上面的方程式 我們有看到第一次要微分兩次 微分的過程中每次微分都會微出一個nambda 那微兩次所以會有兩個nambda 再乘上自然指數函數 第二個像次微分會微出一個nambda 第三個像次不用微分 那都提出指數暗數 我們把指數暗數再研究一下 這個自然指數暗數事實上是我考慮的答案型態 我不希望找到0的答案 那必須安排另外一部分為0的 就是2倍nambda平方 減掉5倍nambda 減掉3 這個只好安排它是0 這叫特徵方程式 那從特徵方程式我可以英式分解出特徵根 2nambda加1 然後nambda減掉3 等於0 好這樣的安排方式 沒錯 就英式分解的這個寫法沒錯 那我們就可以從這邊進一步找到特徵根 一個是負的二分之一 還有一個是正三 再把這兩個分別帶回假設的答案型態 最後做一個疊加 就可以找到通解了 這種過程又是一個定理 所以都可以當作 直接用的意思 直接可以引用這些定理 把負的二分之一帶回去 變成負的二分之x次方 再把3也帶回去變成3x次方 然後再疊加起來 因為這是線性又有其性的微分方程式 這個都是定理喔 各種學員這樣的相加 是一個定理喔 好 以上是這個問題的一個解題說明 同學們可以參考一下 好 謝謝各位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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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